各位香港星級頻道的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級訪問,我是主持Andy 上一集我們和王奕,我們又再歡迎你 我們談了很多關於他去年上電視唱一首歌,到接著真的可以出新歌和演唱會 很神奇的變成事實,現在我們繼續說了 上次你說得很好,找Billy Chang幫忙,幫你做一首新歌,我的光 其實不單是做一首新歌那麼簡單,我們只是做一張唱片的做法 會是甚麼唱片?會是Hifi碟還是新歌的碟? 其實我們整個做法都是用Hifi路線的模式,格式去做 基本上我們好像賣國歌,我們真的很有誠意 因為其實在去年,有些人又是找過了,他們就找開演唱會 還有出賣唱片,但是呢,到後來呢,其實我們已經埋牙了,已經是要簽的 但是呢,到後來都不成事,那為甚麼呢?因為呢,其實給我們的感覺呢 就是當時我們去走那條路,他們給我的感覺好像呢 他要王逸呢,就是要,哇,你快點吃著那個細 你這個細很好的,趕快就出張唱片,然後開演唱會 但是我覺得,哇,你要在那麼短時間裏錄一張唱片呢 我覺得未必是做得那麼好 即是你都對那個質素有要求的?當然有要求 因為其實我都,我不等都等了二十幾年 其實如果我相信真的喜歡王逸的樂迷來說呢 都不等了那麼久,給多一點時間 但是給多一點時間,可以有些東西呢 是更加做得是肯定,有個肯定的樂迷 為甚麼不給多一點時間呢? 沒錯 那所以後來呢,就跟那個合作,就大家就 即是,宣佈就告吹,就沒有做到的 那到現在了,那跟著我們就是自己 因為其實我現在就沒有公事的 就是我和我監製,Villy,大家呢 兩個去合資,去做這張唱片出來的 那所以沒有的,希望自己就 第一,要覺得到自己的關 因為如果譬如說,有些東西好像以前那樣 人家跟你唱唱片,但全部都是他們說的 那那些就未必是我的話 變成我有點擔心 明白,那唱片會有一些舊歌新唱嗎? 是的,那其實呢,基本上大家如果有留意 譬如說,我有一首歌就是《全國的你》 是 《黃昏戀人》 之前譬如說這些歌,很多人知道 都會熟悉這些歌,我都會去翻唱這些歌 那另外也有幾個,重新的作 重新寫的歌 重新創作的歌,包括《我的光》 是的,沒錯 那其實除了你說說《我的光》之外呢 那也都在最近呢 我亦都有一首最新最新的歌 剛剛最近才不知道 其實是這幾天才排台 那這歌呢,就叫《愛到底》 那其實《愛到底》這首歌是一首什麼歌來的呢? 那首詩呢,就是計算我在二十幾年 其實《最愛的你》都是我自己做的 當時很不害羞 但是反而是你最新的歌 是的,反而是我最新的歌 每個人都記得你 是的,那其實我跟著我 其實我去翻查我的紀錄 其實我看回原來 原來以前我 黃昏,原來你以前自己叫作的 我不算得很多 那我作了可能也不夠十首歌 那原來我發現 咦?原來我作的歌也有些成績 是的,其實是很重要的 如果今次我在新唱片裏面 都可以試一下寫一首歌 都好 其實我當時也很害怕 《阿Bili》會 披不披 你這麼久沒有做那些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 我有這樣的想法 跟大家聊一下 又是他也是《阿Bili》 他很誠實 我說為什麼不行啊 立即快點 你快點要試 然後就搞一搞 就好像做了這首歌的《愛到底》 其實這首歌是一首什麼歌來的呢? 因為其實我今次再出道 走出來 那些人經常都說 《阿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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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看回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有哪個男孩叫做《阿Bili》 《阿Bili》 每個都是《阿Bili》 《阿Bili》 有些《阿Bili》 《阿Bili》 所以我今次 我自己想 譬如說 作些歌 我想是有一點點意思的 不是 只是這麼簡單 去講一些 男女之間的《愛情情情》 《阿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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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聊天 其實我寫這首歌 大約是怎樣的方向 然後他就寫了這首歌 這首歌叫《愛到底》 我們很期待 因為我一聽也知道 那個《愛》 一定不是普通的 當然 那些男男女女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有鼓勵 也有一點點黎智性的 有些感恩 當然也有愛在裡面 這樣大家如果有機會 當然要聽聽 一定要聽 這個是非常期待 還有十月又會開場了 是的 沒錯 裡面一定會是 其實都真的很開心 因為整晚都是你的 那天我霸了台 有什麼元素驚喜會在裡面 我想這樣 其實呢 我沒有特別開過什麼演唱會 看演唱會 可能會比較看得多些 通常我看別人開過演唱會 有些什麼 唱歌 跳舞 講笑 有些嘉賓 是的 我想基本上 其實 我都會用這些 基本上我都會做這一類的 但是 我都會做一些 我很不想做的 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演唱會的老闆 他說 喂 易哥 咦 要粗粗一點 二頭肌三頭肌 你太瘦了 立刻要去 是的 然後我說 我沒有了 我一向都沒有這些 但你仍然很健康 沒有這麼說 然後我說 我真的沒有 好像我跟這些 好像不是很疲倦 他說不是啊 易哥 你知不知道現在呢 那些人買票來看演唱會 其實你唱歌唱得好 就是要你唱歌唱得好 已經是一定的了 那現在只不過他們要進來看你 還給了些什麼驚喜 什麼驚喜 他說你一定要 因為如果你真的可以 在這麼短的時間 你粗到一些東西給你看 他會覺得你呢 很有誠意 對整件事 是很用心 哇 原來是這樣啊 那沒辦法 他會這樣說 所以現在呢 就很勤力地去操 然後有個教練 跟著我 又給我一些飲食餐單 又如何可以將我 雖然看來好像瘦猛猛 但是肚子也是有少許脂肪的 將脂肪燒脂 然後推上胸 然後有些肌肉 然後有些二頭肌三頭肌 但是其實我自己已經開始了 兩個月的了 眨眼 那我就 我自己也是一個 很多事情 我是一個 當我有一個目標 我自己向著這個目標出發 其實我很投入的 所以呢 教練 我不可以說 日日地跟教練 通常一個星期 可能一至兩次 這樣 當然你平時會有些功課給我做 但是呢 我就 我自己發現我比教練 更加是魔鬼的 我看到你 咦?覺得不行 簡單 掌上壓 這麼簡單 你要做高材生 對 我會做得更加多 其實在這兩個月裡面 都看到自己身體 是有一個變化 譬如說真的 你的胸 都已經結實了 脹了 還有你的手臂 的形狀 全部都是慢慢慢慢的 出來了 現在就沒有 希望可以 我自己沒有說 要去演唱會 又說要錄什麼腹肌 我沒有的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做到運動 可以令到人實淨一點 嗯 確實一點 你穿衣服也好看 對不對 還有做到運動 個人是精神的好 還有更多可能性 在形象上 不過我真心告訴你 因為自從去年開始 我們都不斷寫你的新聞 因為社交媒體可以給別人回應 我真心覺得 當然 你有一些驚喜給我們 我們一定會很歡迎 但是 只要你 很簡泊 很實而不華 去用回你的靚聲 唱回當年曾經感動過 很多少男少女的歌 大家已經很喜歡 對 因為你的賣點 真的是你的靚聲 Andy 多謝你 是真的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演唱會 當然一定是以唱歌為主 是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在看 其實有很多時候 發現了 看演唱會 歌聲在台上 永遠都高高在上 他是一個 讚放光芒 但是呢 今次我自己都會在想 我自己想 希望可以和大家 一些歌迷 大家有一個 大家可以近 有些互動性強一點 近一點 那個感覺 我不是說真的 好像在台上 其實好像在你身邊 有一些這樣的感覺 所以現在其實基本上 我在這裡量度 希望可以盡量做到一些 和現在一般的演唱會 結束了一些 和一些差別的地方 大家如果去看黃演唱會 記住洗乾淨的手 預備好你自拍的手機 因為他會跟你好親密 每個人來得到 一定要 知道嗎 一定要 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Andy沒訪問你之前 我都有留意一些媒體 從去年到現在 你都一直做一些訪問 其實你分享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都 即我都一百年多 其實對我都很合共鳴 對於我來說 我們大家都很年輕 我們都有一個共鳴 因為真的明白 就是90年代 當時你都很活躍 我想你一定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唱歌 你才會做歌星 期間沉織了這麼久 你有很多人生的體會 報章都看到 這一刻 已經有很多大計 在你面前 即是叫做 還要努力 當然 但其實人們已經覺得 哇 有一些不同的曙光 綻放在黃演的心上 你這一刻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這一刻的感受 其實我會是覺得 即是 我覺得是要 我要感恩 應該這樣說 那是什麼人呢? 或者是 其實每一個人 我都要感恩 例如說 我的監製 我的經理人 我家人 太太 我家人 我家人 因為他們全部都會 其實他們 他們就是我的力量 他們就是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本身 我設計 例如說開大人工 基本上做事 我都忙碌的 即是每一天 我都是 做飲食 是一個很謹慎的工作 嗯 其實已經是要用很多時間 在裏面 這樣就 現在突然間說 哇 我要出場片 嗯 我要開演唱會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要做很多 我錄音已經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然後我去做一些宣傳 我看著我的朋友 那你知道 開演唱會之後 有很多排山倒開的宣傳 哇 我自己在看 這個星期那個經理人飛給我 他說 他飛了兩個字 頭暈 哇 頭暈? 什麼來呢? 按進去看 哇 現在看真的頭暈 哇 原來呢 就真的要用很多時間 去做很多 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短短 兩三個小時的演唱會 原來呢 要投放這麼多的時間 下去 我不是一個喜歡周圍的 我通常都留在家 我是個家人 我很喜歡留在家 宅男爸爸 是宅男爸爸 我兒子都記得 爸爸都在身邊 但是呢 最近居然我兒子會跟我說 他說 爸爸 你又出去啊 然後 你知道嗎 我突然間 說不到 即是突然覺得 我很幸好陌生 沒有人 阿祖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那個心很 不舒服 好像很對不住 帶他去彩排 又不行 應該這麼說 彩排沒有問題 但是你知道 譬如我做一些訪問 沒理由帶著他去 有很多的 總是有些時間 沒有以前那麼貼心 所以其實現在正在做的事 我希望可以 我要做到一場 好好看的演唱 去到達回 你們大家那麼支持 最重要就是你 我相信你的兒子 都是十月前開秀 和你太太 一定會這樣很驕傲 因為其實最令人覺得驕傲 就是 你經常說大排放 我真的不覺得很驕傲 因為那些人是把這件事 完全當作一件很棒 很美好的事 你會說 歌手唱唱歌要轉行 那些人當然會有些什麼 但是你完全不是 那些人反而覺得 好像《家綱路由記》 那樣 他當襯王逸 在網上的留言 是完全一目正面的 現在 你想想網上 一個工作人物出來 你要全面一面倒 去Like 是很難的 久不久都一兩個生氣 但是你真的 我覺得大家很想見到你出來 其實這個事 我講真的 Andy 你看 我都覺得是奇怪的 是不是 正常地 沒有理由會有一面倒的情況 是的 但是我真的去反觀 看回那些人 是不是很窩心 那件事 很正面 其實不怕 老實講 有時候 因為工作很無錄 有時候 有時候都會做到 一些 比如說有時候工作沒有那麼順利 也會有我不開心的時候 情緒會低落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拿回手機出來 我去看回網上平台朋友的留言 其實一看回 真的一個 好像幫我真的加油 王逸 加油好不好 好 答應我們 告訴我們音樂世界 我們香港人 仍然有傳奇 好 繼續發光發熱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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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